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两市总成交额的最新数据是3086亿元 对比上一个交易日缩减了168亿元 两仓余额截至上一个交易日8979亿元 增长4亿元 股份涨跌数目截至收盘上涨1664家 下跌1523家 今年沪港通北向融资余额520.90亿 深港通北向融资余额524.04亿 沪股通净流出9032万元 深股通净流出4.04亿 来看一下截至上一个交易日的时代活跃个股 排名第一位的是贵州茅台 总成交6.89亿 净买入1.35亿 排名第二位的是美帝集团 总成交4.97亿 净买入1.13亿 接下来是中国平安 五粮业 海螺水泥 排名后五位的是伊利股份 恒瑞医药 海康威市 上海机场和万科A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要财证券的一股分析师黄泽航 Mark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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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先跟Mark来聊聊今天大盘的情况 今天大盘低开低走 盘中出息2774的一个低点 午后跌幅收债 创业板指首先拉升翻红 量能方面则是刚刚3000亿出头 还是继续一个缩量下跌的行情 对今天的走势 Mark 怎么看呢 那么旁边上的话呢 这个护纸是受制这个24线 并且全天是一个缩量的一个表现 不过呢 尾盘的时候这个创业板指是有一个拉升 那么也有点这个曲线护盘的这个样子 那么早上也提到说这个年中的一个 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经济会议 将会在这个本周或者下周这个召开 那么这呢 不排除旁边有一个维稳的一个需要 那我们简单从这个指数 同化顺来看一下 这个护纸方面呢 刚才提到这个24线呢 是有一个明显的阻力 那么直接导致了像今天这个量还是没办法放大出来 那么这呢 给后市的一个走势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隐患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创业板指了 那么现在市面上创业板指的ETF的一个资金 基金的一个申购是不断的在这个 分额方面不断的这个创出新高 好 那么也看到呢 近七天的一个指数啊 都是一个小羊这个中阳柱子 然后加这个小羊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么量方面呢 还是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那么整体指数来看的话呢 这个创业板指还是这个目前的比较强势的一个 好 那么后面呢 也是建议投资者们这个重点关注一下 这个创业板指的一些蓝筹个股啊 比如说一些创蓝筹啊等等 嗯 今天那领涨的板块是综合通信农林木鱼 还有包括像有色金属石墨烯 尾盘的时候呢 也是关注到工业互联网概念出现了异动 而领跌的板块则是石油石化 食品饮料和钢铁板块 另外像之前连涨了几天的医药板块跌幅也是比较靠前 关注到好像领地的板块都是前几天涨的比较多 资金笼顿比较快啊 最近 对 那么这仍然是一个缩量的一个行情啊 那么这个资金在场面上的博弈啊 最近的趋势来看呢 更多属于一种事件驱动 或者是消息面上的一个东西 那么比如说这个通信板块呢 是传这个今年下半年到这个19年的时候呢 5G这个牌照要开始这个发出来 那么有望带动相关的一些通信板块的一个建设需求 那么当然了 今天这个中心通讯呢 也是四天以来涨了30% 那么这当然是一个超跌的一个反弹 那么也看到近期一个机构的一个买入啊 那么我觉得更多是属于一个自救的一个可能性大一点 那么这个领涨的石墨西这个板块啊 今天也是掀起了一个涨停潮 那么石墨西这个消息面来看 主要是全球的一个石墨西春季大会上面的 一个来自中国商东的一个公司是获得这个全球首张 石墨西材料的一个认证证书 那么这呢 在业界看来 有望给这个国内的一个石墨西的一个产业 带来进一步的一个这个这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那么石墨西呢 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比较薄或者说 又坚硬的一个纳米材料 那么是被广泛用在这个微电子零部件的一个开发设计上面 那么包括另外一些这个柔性的一个材料 那么未来呢 有望用在一些新一代的电子元器件啊 半导体啊 或者说一些柔性的一个触摸屏幕啊 亦或者用在这个太阳能电池啊等等 所以呢 这一次获得了这个牌照啊 那么一方面是全球这个业界对国内的一个石墨西技术的一个肯定 那么也开启了未来这个正式落到这个实用领域的一个想象空间 那么从这个个股来看的话呢 现在还是缺少一点一点量的一个支持啊 那么尽管说今天这个多个个股涨停 后面呢 还是需要关注这样的一个资金延续性 能不能形成一轮这个行情 那么说完这几个之后啊 还有一个就是尾盘呢 比较奇怪就是看到这个工业互联网的一些个股啊 出现了一个异动 那么里面的一个叫用油网络呢 是这个云计算的一个概念 也是大笔买单买入 那么有一个涨停 那么从这个公司啊 也是13号的时候呢 发布了一个业绩 显示呢这个营收方面呢 增长是同比出现有这个35%的一个上涨 那么主要是归因于它的一个云服务啊 这个业务呢 收入高啊 增速比较高 那么消息面的话呢 啊上海市近期出了一个文件呢 是支持这个工业互联网创新工程的一个方案 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消息跟业绩叠加之下呢 啊工业互联网是尾盘啊 出现了一个异动 那么同样的一个逻辑啊 啊动力电池的一个正极材料啊 啊这个叫单单身科技呢 今天也是啊突然间直线拉升 那么也是跟这个最近公布出来的一个啊中报业界啊 显示这个啊 它的一个正极材料的一个销售增速比较快有关啊 那么这几个地方的说明了 近期除了在关 啊除了一些消息面刺激以外呢 啊一些中报的一个行情各国啊 啊最近还是有不错的一个啊 啊这一种机会啊在盘中的一些机会 特别呢是在一个盘面比较萎靡的时候呢 啊往往资金啊会啊更像这一些这个板块方面进行一个触用 那么至于啊在一开始提到说这个领跌的个股啊 啊医药板块 那么最近板块里面是出了不少这个负面的消息 那比如说这个华大基因有一个癌变的一个传闻 啊那么这也是跟他这个一个业务相关的一个新闻 啊带动了这个股价连续两天都在一个跌停榜上面 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啊叫藏生生物这个个股啊 是它的一个主打产品呢啊 狂犬病疫苗这样的一个产品是啊 的一个啊药物认证书啊 GMP啊是被啊回收啊 啊那么它的一个主打产品后面的一个销售是面临 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啊 啊那么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在不断发酵 那么也不排除会影响到其他一些啊生物板块的一个疫苗股啊 啊这个股价到后面的一个走势啊 所以这个板块呢 医药板块的话呢 即使看好的话呢 短期啊是存在一个回调的一个风险 那么这一块有一个风险 大家这个啊可以要要这个关这个担心一下 嗯这些个别的黑天鹅事件呢 其实对整一个板块的气氛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毕竟呢一定是出了这样的事情呢 致死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这些疫苗 所以呢大家可能还是近期对于医药板块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而整一个大盘可能在最近已经是逐渐进入了一个中暴行情 叠加一些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有政策支持的一些行业呢 可能近期也是会有一波走势 那今天盘面上呢 其实我们早盘也是有讲到啊 领跌的石油石化股 那在外围油价大跌的情况之下呢 今天石油石化股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而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说当石油股涨或是跌比较多的时候呢 跟它关系比较大的就一定是会说的航空股 我们今天也来讲一讲航空股的走势 今天三支航空股呢 在油价大跌的情况之下并没有说很大的一个涨幅啊 国航南航跟东航三支 三大主要航空股呢 也是涨幅不足百分之一 那最近他们比如说中国国航还有南方航空 包括吉祥航空也是公布了一个六月份的经营数据 我们关注到三大航的一个ASK 也就是他们的可用做公里呢 整体增速是加快 六月呢三大航ASK同比增长了12.65% 是快于五月份的数据的 并且关注到国内航线的运力增速 今年来是首次快于国际航线 我们进到这个PPT上面呢 Mark帮我们总结了一个ASK减去RPK这样的一个数字 ASK像刚刚提到的也就是可用做公里 是用可用座位数乘以一个总飞行里数 而RPK呢是收入客公里 用客人总数乘以总飞行的里程数 一个代表供给一个代表需求 这样的一幅图到底在显示一些什么数字给我们看 好那么刚才提到这ASK呢 就行业就是说航空业来看呢 就相当于这个运力的一个投放 那么也就是这个供给端的 那RPK呢就是这个运量的一个需求 那么需求端的 那么这个供给减需求得出来的一个叫运力 运量的一个增速差 反映的呢就是这个行业里面 一个公司他到底这个 他的一个客座率怎么样 相当于一个厂能利用的一个情况 那么只有在一个客座率高 或者说厂能利用率高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才能反映啊这个供求关系是得到改善 那么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去谈这个市场的一个票价 开放呢才能够有一个盈利的一个弹性 好那么这个图反映的是这三大公司啊 三条线 那么蓝色的线中间是南方航空 最底下呢是东方航空 那么最上面呢是一个中国国航 那么这里呢是每一个月的一个 增速差的一个表现情况 从今年一到六月份的一个情况 那么从趋势上来看的话呢 这个这三条线都是一个 从一月份的一个高点到六月份的一个低 较低的一个水平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么反映呢就是这个 运力的一个供给的一个增速啊 是要逐渐缓慢于这个 运量方面的一个需求的增速 那么这呢意味着 每一个月的一个供求都有在明显的改善 好那么特别是在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六月份的时候 绿色这条线 东方航空这条线呢 一个增速差呢是去到了一个 复数的一个情况 那么说明了这个公司 在这个供应跟这个需求方面的一个表现呢 是最好的 那么也就是这个东方航空公司 那么在这三条线的一个作用力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总结了这个三个航空公司 今年上半年 跟这个去年上半年呢 每个月月平均的一个客座率 的一个情况 那么三个公司分别 对比去年来看的话呢 这个东方航空公司 也是有明显的改善 那么是提高了这个 2.97个百分点的一个情况 那么其他两大行呢 都是有一个微增 那么如果从这个重向来看的话呢 三大航空公司里面呢 目前这个客座率最高的呢 也是这个东方航空公司 那么从这样的一些经营数据来看的话呢 今年至少到目前为止来看呢 这个东方航空啊 景气度呢 相对其他两家公司啊 要来得高一些 那么经营数据的话呢 这个东方航空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南方航空 那么国航的话呢 是很遗憾 这个今年上半年 由于这个工 这个运力的一个供给 投放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多一点 那么需求方面呢 跟不上 那么这是这三个公司啊 在经营方面的一些问题 刚刚讲到说 东航它的客座率可能呢 比国航跟南航 稍比要好一点啊 是不是因为它的国际线 供需关系比较好的原因呢 好像广航跟南航 做国内线的客座率下滑的速度 会比较快一点 对 那么这个东方航空公司啊 它除了国际线这方面 有一定贡献以外呢 这个地区之间的一些短程啊 短程的一些客运的一个需求啊 还是相对比较乱胜的 那么特别是在国家 在我们这个南方地区啊 这个商务的一个往来 特别短程这一块呢 是要相对这个北方地区活动 要更为这个平凡一些 那么长途的话呢 也受到这个高铁方面 提速降价的一个负面影响 所以这一块呢 他们三个公司之间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异在的 如果说就单从六月份的数据来讲呢 可能东航的表现比较好 不过如果我们从整一个板块的 一个未来发展来讲呢 刚刚像Mark见到的一个 用供给去减去需求这样的一个图啊 在这个图里面呢我们见到 其实东方航空它的一个这个差呢 它的价差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 行业整一个供需关系 都会有一个比较小的缺口在这里 暂时来说可能需求会略微的大于供给 那从这样的一个供需关系来讲 应该在短期来说 或者中短期来说 对整一个航空业还是比较看好的 对那么实际上大家从这个趋势里面啊 大家这三个公司共有的一个趋势 这就是这个运量运力的一个投放啊 增速是在不断的这个放缓的 那么这呢跟这个国家政策有关啊 那么早从这个两年前开始呢 这个航空中国航空业呢 是有一个供给侧改革 那么发布了一些这个政策的文件里面 要求控制这个航班的一个总量 包括一些起架飞行的一个时刻呢 是有一个时刻表在里面的 那么各个航空公司啊 是要按照不同这个航季的一个时刻啊 要求呢去啊 安排他们的一个航班航线等等 那么这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啊 控制这个啊 航班的一个过分的一个超负合运啊 的一个投入 那么也是为了提高这个正班率啊 甚至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因素着想 那么从这个趋势来看啊 实际上两年前只是刚刚开始 那么去年呢是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发生了 那么今年呢啊 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也是在不断的这个保持下去 那么即便说下半年或者说 最近啊因为这个贸易啊 或者说经济出现了一个 掉头向下的一个迹象呢 我觉得在这个供给方面啊 如果收缩的啊 这个力度能够强于这个需求啊 下降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对于这些啊 基本面来看呢 都是一个好的一个迹象啊 那么加之呢 后面这个实际线现在已经在实行了 就很多这个主要城市一些航线在这个提价啊 每个行级5%这样的一个提价 那么这呢也是啊 在这种啊 有一个基础面改善的基础的背景之下呢 这样的一个提价能够带来明显的一个盈利啊 上升啊 那么啊 这是比较中长期的一个看法啊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啊 但是呢 因为这个油价跟这个人民币汇率的一个问题啊 短期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左右啊 这样的一些航空公司的一个股价 短期来讲呢 航空公司的一个股价表现呢 还是受到人民币汇率走势 还有一个油价计时的一个走势反映出来的 但是我们中长期呢 包括像刚刚一些啊 我们说供需关系的一些分析啦 还有它客座率啊 整一个它的可用座公里账的一些 供需关系的一些减的一个价差去分析的话 觉得还是对于航空股呢 未来的走势还是比较基本面还是比较看好的 对 那么基本面看好的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一下需求这块 还有叠加这个消费升级啊 嗯 那么意味着这个票价未来总是要提高的 对 那么即使说有这个短期这个油价的话还好啊 那现在大家这个看空的又又多了起来 嗯 那么主要还是人民币 人民币这一块呢 会不会一直当边跌呢 我觉得这种种属于一个非经常性的一个影响因素啊 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还是着重去看这个供需包括它的一个价格提价啊 这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逻辑 那么估值来看的话呢 呃 经过短期的一个修复啊 啊 急速的一个修复啊 我觉得后面呢 啊 还是有有有比较大的可能去啊 实现一个止跌啊 反弹 这个反转的 嗯 那么如果说部署策略的话 对于航空股近期会考虑部署买入吗 啊 那么航空股的话近期买入呢 更多是跟这个大盘啊 啊 这个系统风险做一个对冲啊 可能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啊 但是呢 不建议在这个时候重仓了去买入啊 啊 并且这个这个情绪的一个积累啊 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 那么最近可以说情绪是啊 非常差 那么如果说啊 看好这个板块的话呢 还是以一个分注吸纳啊 的一个策略呢 是比较好一点的 嗯 好的 非常感谢吗 详尽的分析 今天我们时间也是差不多先和忙 聊到这里了 上述调过的个股有没有去有呢 啊 没有去有呢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